NOTION 是一個強大的筆記軟體 它已經成為很多人管理生活 規劃工作和知識的重要工具 NOTION 有豐富的功能和簡潔的操作介面 還可以在手機、桌機、網頁、跨平台使用 如果你有使用 NOTION 作為管理時間的工具 一定很喜歡它的形式力功能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方便的建立工作項目 快速的拖移到想要執行的日期 還可以增加勾選的屬性欄位 這個勾選屬性除了標示已經完成工作以外 還讓我們在勾選後有完成工作的成就感 如果我們再搭配一個狀態屬性欄位 能夠依據任務時間和是否已經完成 來顯示不同的狀態 這會讓我們的形式力看起來更為豐富 有了狀態屬性的欄位 還可以使用 Timeline 的 View 檢視不同狀態的工作項目 讓你專注在執行的工作 瀏覽等待中的工作 和搜尋過去已經完成的任務 是一個很實用的形式力功能 這段影片就是要教你 如何增加這個動態的狀態屬性欄位 讓你的形式力能夠更豐富更完整 接下來我要開始示範 如何在 Notion 中從無到有 建立一個動態的形式力 首先我要先開一個新的 Page 這個 Page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 這裡我選擇在左邊選單的 Private 建立一個新的 Page 我將這個 Page 命名為 Coaching 形式力 接著我選擇下方的 Calendar 這樣就可以建立出一個基本的日曆 我們可以在選定的日期中 點選加號 新增工作項目 我們填入這項工作的標題 標題的下方就是 Property 我們可以稱為屬性 在 Notion 中我們可以自由定義 每個 Page 的 Property 像是書我們就可以定義 作者、出版社 和出版日期 這些 Property 這裡的工作項目 我想要定義 日期 是否已經完成的 Checkbox 和狀態屬性 在新增其他屬性之前 我想要修改日期屬性的格式 我們可以點選日期 跳出選單後 選擇 Date Format 然後選擇你想要的日期格式 這邊我選擇年份在最前面的格式 接著我想要增加一個能夠勾選的屬性 當我完成工作項目時 就可以勾選起來 表示我已經完成這個工作項目 這裡我將屬性的名稱改為 然後下方選擇 Property Type 的 Checkbox 這個型態可以讓我們做勾選的動作 但它並不會對其他屬性產生影響 如果我們只做到這裡 我們可以回到日曆的試圖來看結果 這裡的 Checkbox 沒有顯示出來 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的 Properties 打開剛才建立的 Don 這樣就可以看到 Checkbox 了 如果你完成這個工作 就可以勾選起來 但這樣就跟你過去用手寫的 記事本功能差不多了 既然我們使用 Notion 就應該善用它提供給我們的功能 我現在回到剛才建立的工作項目 我想要繼續新增一個名稱為 Status 的屬性 標示目前這個工作項目的狀態 這個 Type 我先選擇 Select 這是一個可以選擇狀態的屬性 我需要建立完成 進行中 和等待 三個選項 建立完成之後 我回到日曆的畫面 然後像剛才一樣打開 Status 屬性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才建立的 Status 但這種做法有幾個缺點 當我們勾選 Down 之後 Status 沒有變動 我們必須進入到 Page 中選擇完成 另外當我們將工作項目移到其他日期的時候 Status 也不會改變 我希望這個 Status 狀態屬性 可以再更聰明一點 當我勾選 Down 之後 Status 會變成完成 今天之後的工作項目 Status 顯示等待 進入到當天日期的工作項目 Status 會顯示為進行中 直到我們勾選 Down 才會完成 所以我要正式進入到這個影片的主題 教你如何 將 Status 與其他屬性做連動 我進入到工作項目的 Page 中 點選 Status 我們在 Property Type 中 可以看到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Basic 另一個是 Advanced Basic 的部分是一般常見的文字 數字 日期 這些 Advanced 則是進階的功能 像是 Formula 就提供許多 Notion 內建的函式 我們需要使用 Formula 當中的函式 來讀取其他屬性的資料 和判斷日期區間 所以我先將 Status 的 Type 改為 Formula 如果你從來沒有用過 Formula 的函式 我這邊會先說明一下操作方式 Notion 提供這些功能很像程式語言 左邊選單列出所有的屬性 屬性 常數 運算子 和函式 Property 是屬性 是我們剛才已經建立過的 Date 和 Don Name 則是 Page 的名稱 我們將滑鼠放在 Don 的上方 可以看到右邊出現使用的語法的方式和範例 我們可以使用 Prop 取得其他屬性的資料 Prop 就是 Property 前四個英文字母 接著在小掛弧中輸入屬性的名稱 因為屬性名稱是字串 所以我們要加引號 下面的範例是告訴我們 Don 這個 Checkbox 回傳的資料 會是一個布林值 也就是勾選起來會是 True 沒有勾選的話就是 False 我點選右上角的按鈕 確認儲存已經輸入的程式碼示範下 當我將 Don 勾選起來時 下方的 Status 就會跟著連動 顯示一樣被勾選起來的 Checkbox 我們知道如何取得其他屬性的資料後 就可以讓 Status 依據 Don 是否有被勾選起來做動態顯示 我在左邊的功能選單往下滑 找到一個名稱為 If 的函式 右邊顯示一個看起來有點複雜的語法 但它其實很簡單 它在程式語言中有一個名字叫三元運算值 第一個參數是布林值 也就是剛才提到的 True 和 False 如果這個布林值是 True 那麼這個 If 就會回傳第一個 Value 值 相反 如果布林值是 False 就會回傳第二個 Value 值 我們看下面的範例 這個 If 裡面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布林值 False 後面有兩個字串 分別是 Yes 和 No 因為第一個參數是 False 所以回傳最後一個參數值 字串 No 我們了解取得屬性資料的方法 和 If 的用法後 我們就可以運用在 Status 屬性中 我在輸入語法的欄位中 輸入 If 然後我要取得 Don 這個屬性的資料 判斷是否有被勾選起來 如果它被勾選起來 就會回傳 True 那麼 Status 就會變成完成 這裡我想要在完成前面加個藍色的圓點 讓它看起來更漂亮一點 我可以在 Google 搜尋 然後將這個圓點複製下來 貼在完成前面 接著如果這個工作項目還沒有被勾選起來時 我希望它顯示等待 然後前面放一個黑色的圓點 這樣我們就完成這個動態的狀態顯示功能 我點選右邊的按鈕來試試看結果 我現在將屬性 Don 勾選起來 你可以看到下方的 Status 變成藍色圓點的完成 我重複勾選 Checkbox 你可以看到 Status 會即時的顯示不同的狀態 而這樣的動態顯示 也可以在日曆試圖中展示 有了這個動態的 Status 你的形勢力看起來也會更美觀 更專業一點 我們在工作項目的進行中 往往會有許多狀況 需要用不同的狀態表示 這裡我要示範如何透過日期時間 來判斷這個工作狀態 是否開始進行 這會讓你的工作項目 在到達開始執行的日期時 將狀態 自動變成進行中 我現在回到剛才的狀態屬性 我要介紹一個 計算時間區間的函式 Date Between Date Between這個函式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和第二個參數是日期 它會幫你計算出 這兩個日期相檢後的結果 如果第一個日期是比較早的時間 Date Between會回傳負值 而這個回傳的時間區間 可以在第三個參數中設定 下方的範例就是 可以設定的時間區間 像是Hours 就是回傳相檢後的小時數 所以我將工作項目的日期 放在第一個參數位置 今天的日期 放在第二個參數位置 第三個參數 我放Hours的話 當工作項目的日期 已經達到今天 凌晨零時 就會回傳負值 我將使用這樣的邏輯 用在計算 這個工作項目的狀態 是否已經可以開始進行 剛才的狀態屬性 是判斷屬性 Done勾選後 狀態變成完成 但現在還未勾選的情況下 需要多增加一個判斷條件 所以我將後面的 字串等待 移除 我要在這個參數位置 多加一個判斷 if 如果工作的執行日期 已經抵達今天的日期 或是在今天之前 就會小於零 這個時候會是回傳True 所以狀態會是進行中 如果Date Between 回傳大於零 表示工作的日期 在今天之後 還沒有開始的意思 狀態就會是等待 完成後 我回到日曆的View 因為這個工作項目 是安排在今天執行 所以這個狀態 顯示進行中 我現在將它 拖移到明天才執行 你會看到狀態 從進行中 變成了等待 所以你在實際使用 這份行事例的時候 遇到今天無法執行 這個工作 需要延後到明天 或未來幾天 才能執行 就可以直接拖移到後面 狀態也會跟著變為等待 如果我再將工作 移到昨天 狀態就會再次變成 進行中 表示你這個工作項目 昨天就已經開始進行 但今天還需要繼續做 就可以不勾選 檔 直到你今天完成後 再勾選 檔 將工作狀態 變更為完成 當我們有許多不同的工作狀態時 我們就可以用 Notion提供的 Timeline 觀察不同狀態的工作項目 我現在新增一個 View 選擇Timeline後 點選 Create 然後在上方的 group選單中 選擇 groupby 最後選擇 Status 作為groupby屬性 選擇 Exact 完成設定後 你就會看到 用工作狀態 分組的 Timeline 因為這個示範 我只有一個 進行中的 工作項目 所以目前 只會有一個分類 我現在用一個比較接近 現實狀況的範例來示範這個動態Status 帶給我們的方便和好處 這是一份有適合工作項目的行事例 今天19號我必須完成FBPO文 和User開會 以便接續我下週規劃系統架構 今天還要完成昨天撰寫到一半的部落格文章 但是剛才User通知 會議延後到明天 所以我將這個工作項目 拖移到明天 工作狀態 自動變更為等待 我藉由空出的時間 完成了昨天寫到一半的文章 完成後我勾選了Done 工作狀態 自動變更為藍色的完成 我想專注在我進行中的工作項目 我將View改為Timeline 通過工作狀態的分類 我可以清楚看到 目前進行中的項目 我也可以選擇 等待中的工作項目 瀏覽之後 要執行的工作 最後看一下 之前已經完成的工作 確認自己近期做過的項目 這個過程我只需要在完成工作時 勾選CheckBus 在日曆上 拖移工作的位置 完全不需要手動 去調整工作狀態 就可以清楚在日曆 和Timeline中 管理我的工作進度 我將這段影片的程式碼 放在下方資訊欄當中 如果你也在使用Notion形式力 管理時間 可以將你的使用心得 和建議 分享讓我知道 我是CoGin的Riot 希望這段影片能夠帶給你一些幫助和啟發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